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君洪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获得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以及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卢台长还在联合国大会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今天卢台长慈悲心系澳门佛友 特别安排加出这场佛友见面会 让我们可以聆听佛法共沾法喜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也感恩师父卢君洪台长慈悲成怨普度有缘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大家坐吧 很开心大家能够欢聚在一起 其实今天晚上也没有法会的 因为是明天是大法会 今天本来说跟大家随便的开示几句聊聊的 没想到一搞又搞得这么大 没办法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觉得 跟台长在一起很开心 所以我没办法 我跟大家在一起 我一定要让你们开心一点 那一天我在悉尼还没出来之前 结果后来丹麦有同修就发信息给台长说 台长啊 没想到啊 你已经到澳门了 结果我说 发生吧 还没去了 网上居然说我已经在澳门了 然后还居然还有录像 结果一查 那是去年在欧洲的录像 我们也是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了 我们这么个佛员和机缘 跟大家在一起见面 也是感恩我们各位法师的护法 还有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 和澳门的义工佛友朋友们 尤其来自欧洲啊 美国啊 他们居然都飞过来了 昨天在机场上就碰见他们了 他们说 哎呀我真有缘分的 跟师父一起出关 一起出关 如果拿一天跟我一起上天才好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呢 好好的 就是我们学佛人呢 要探讨一些人生的哲理 这个在美国的科学家 他们经常辩论的 就是科学家和宗教学家辩论 有一个天文学家呢 他就站起来说 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 我就看见那个星星月亮 太阳云彩 我从来没看见什么灵魂 也没有看见什么天使啊 菩萨啊 上帝啊 所以我不相信有灵魂的 那个宗教学家就站起来跟他讲 你不相信是 那我告诉你 你看得见风吗 你看得见电吗 你看得见天上的空气吗 这些我们离开了它 我们人就不能活了 所以呢 另外一个外科医生就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说 我动了一辈子外科手术了 我都看见肝啊 心啊 肺啊 我从来没看见灵魂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灵魂的 结果一个宗教学家站起来就跟他讲 你爱不爱你的妻子 他说我很爱 那么你开给我看 你爱在哪里 哪个部位 实际上人是有灵魂的 因为一个人离开了灵魂 他就是个植物人了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修 修心就是修你这个灵魂 如果你拥有了灵魂 你这个人就是魂魄在身 如果很多人碰到一件大事情 倒霉的事情 或者要出事了 他就是灵魂出窍 所以灵魂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说我们学博的人 拥有的是正灵 也就是正面的 就是正能量 希望大家拥有菩萨的 我们的佛的智慧 来在我们身上体现出佛光 体现出在人间的一种 超脱人间的一种智慧 去广度有缘众生 去帮助别人 离苦得乐 那你就是一个 我们说正等正觉的一个善人 实际上佛陀当年 每一个在佛经上 第一句说 善男子善女人 台长理解 就是因为你是善男子善女人 你就不能心中有恶 如果你有恶 你就不称为善 所以希望大家要存善 希望大家要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念经 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一个人间的圣人 台长跟大家讲 人生也不是真来的 人生也不是算来的 人生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要看得破放得下 要有智慧的语言 要有善良的慈悲心 和慈悲的观念 你这个人才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我们才能造就平和的心态 我们才不会伤害自己 要改变人生 要改变人生靠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改变人生靠的是珍惜 你身上已经拥有的 和你身边所拥有的 当你拥有了 实际上是珍惜得来的 我们说人的牙齿来比方 你天天珍惜牙齿 天天刷牙 你就不会住掉 不会掉掉 你天天注重自己的心脏 你的心脏就不会出事 你天天关注自己的家庭 家庭就不会离开你 你天天不把自己的太太当回事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太太会离开你 你不把佛法当回事 你就会远离佛法 所以珍惜才会拥有 珍惜才会得到感恩 我们不要总在失去后 才想到为什么我不能珍惜 为什么我不能忍耐 实际上当得到这种意念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长寿人间的果报了 学佛人要学会种因 这个因就是种下人生的善因 所以一个善因会得到善果 圆满的人生是靠着一个缘分的缘 和一个能够圆通的缘 一个人能够真正地理解自己 你才能超脱自己 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自己 你永远超脱不了自己的情感 和自己的脾气和习性 我们说天灾人祸不断 我在1月17号悉尼开法会的时候 我说2016年一过 地震会越来越多 从17号到今天 已经有22次地震了 昨天刚刚12号 印尼又发生了6.6级的地震 想一想 师父很快就要到印尼去弘法了 师父不怕 我有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有龙天护法 我们感恩 我们要将人间的这么好的佛法 能够弘扬到印尼 让我们所有的有缘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这样你才能是去小我 救度众生 所以一个在人间 能够救度众生的人 他就是一个人间菩萨 希望你们好好的 多多的度有缘众生 人老了 实际上是心里在老 身体还没老 人的心已经开始老了 孔子说 其为人也 发愤忘时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实际上就是说明 你只要心中没有老的概念 那么你就不会老 我们在人间 有的人虽然看上去很年轻 但是心里衰退 就觉得自己很老了 而有些年纪大的人 虽然年寿已高 但是他天天精力旺盛 精神饱满 老当益壮 他没有觉得自己很老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心态 如果你看穿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可以拥抱你的青春 因为你知道这个一切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给别人就给别人 没有就没有了 失去就失去了 又能把我怎么样 我今天还能好好地活着 我就是感恩 我今天还能让自己 痛痛快快地 在救度众生念经 还拥有自己的身体和五官 那就是一种幸福 所以很多人能够保持心态不老 心态好 虽然他年纪大 外表看来白发苍苍 但是他的眼睛当中 散发出光彩 脸上有笑容 对人处事积极向上 这就是佛经当中 经常讲的无受者像 因为来的人 现在在全世界 有的学过一点佛 有的刚刚起门 所以对台长来说 每次开法会 每次做演讲 我都要动脑筋 因为讲得太深了 很多人听不懂 讲得太浅了 又不行 所以我在每星期三 给自己徒弟弟子上课的时候 我是讲得最开心 因为我讲的都是佛经 所以我自己也很发喜 所以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小的 我也要把一些佛经的东西 跟大家也要分享一下 在精进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无论年纪轻年纪大 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的当下 打下修行的基础 你才会在无量的生命当中 坚定信念 你们要记住 一个学佛的人能够成功 能够这一辈子修成 一次修成 真的很不容易的 所以要有精进的修行的心 而不能有功高我慢之心 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功德了 修了不错了 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功德了 有的人功德还没有 就把自己的功德 一会儿给妹妹 以后给30%给妈妈 再给30%给爸爸 再剩下来他自己都没了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 他就生病了 所以要学会 在宋朝的苏东坡 他年轻的时候 就显示出了他的才华 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 人见人华 嗯 苏先生 可是一个青年的才俊 日子一久 这个苏东坡就开始功高我慢 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有一天 苏东坡在自己书房门前 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写着 诗辩天下志 读尽人间书 就是说我认识 我认识 遍天下的所有的志 我要读尽人间书 这个时候呢 被苏东坡的父亲看见 他的父亲叫苏寻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他担心儿子自大 不知求进步 又怕呢 把他撕下来之后呢 苏东坡呢 会觉得伤了自己儿子的自尊心 苏寻于是提笔在苏东坡的上联和下联 各加了两个字 上联教 发愤诗变天下志 立志读尽人间书 苏东坡回来 苏东坡回来 看见他父亲的字 心中十分的惭愧 从此虚心学习 有了非凡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懂得 五生有芽 而之无芽 芽就是天芽的芽 我们这一生 实际上是有限制的 就是说不会学得很深 你要知道学士无芽 就是说我们学习 好如烟海 永远学不完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掌握我们人间的一些文化 所以佛经和我们需要的 接受的这些理念 它是无止境的 所以不要轻易的觉得自己学得很好 很骄傲 很自满 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佛人 都要精进学习 好好的努力 才能得到更高的境界 一个人想要不淋雨 外面下雨不淋雨 很简单 自己要想办法找一把伞 自己不努力 想依赖别人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相信自己的力量 相信自己本性的善良和菩萨的慈悲 你求人不如求己 把希望总是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 你一定是个靠不住的人 别人也会让你靠不住 你们想一想 我们一生走来 靠了多少人 而失去了多少事 感情就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 现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三个字都是靠不住 所以要学会 人在这个世界上 靠山 山会倒 坐吃山空 靠别人 你的心不会定的 人有两只脚 目的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站起来 不要去依赖别人 尤其是学博的人 更不应该靠着别人 来让自己精进 记住了 精进就是靠自己 努力也是靠自己 成功更是靠自己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靠 最能够相信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只有你自己 永远不会背叛你自己 而且只有你自己 才会永远地跟你自己在一起 因为自己当中有个本性 那就是佛陀说的 众生皆具佛性 贴近自己的本能 贴近自己的良知 贴近自己的本性 你就拥有了人间无穷无尽的智慧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成功的人能够明白 这是在于他们 自己什么都靠自己在做 什么自己不能做 他就不去做 这就是孔老夫子讲的 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非理无言 非理无听 非理无动 我知道这些不在理上的 我不能去听 这些不能说的话 我不能去说 失败的人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 他们好高无援 做出来的事情 那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相信世界上 有一些有失常理的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要离开了常理 你可能就会失去理智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想一想 很多人买六盒彩 想让自己一夜暴富 有多少人 买了一辈子六盒彩 最后永远中不到 给别人 个别人的机会 这些有失常理的事情 你天天在追求着 你时间长了 你就是个贪心的人 最后你就是一个愚痴的人 台长告诉大家 再好的事物 如果你自己不能认为 自己能够战胜自己 那么你一定会吃苦头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一条龙一生出来 别人跟他讲 你一辈子就会在泥浆里打滚 他最后充其量 像一只泥丘一样地活在世界上 他绝对不会翱翔在蓝天当中 我们今天要告诉你们 佛陀在2500年前就已知 我们众生皆具佛性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是未来的佛 你们每个人自身都很有能量 你们一定能战胜自己的劣根性 你们能够消除业障 你们能够回到天上 所以有了这种心愿和愿力和信心 你才能真正地成为菩萨和佛呀 所以学博人要经常地惭愧 经常地把自己的过去要忏悔 忏起前沿 毁其后过 忏起前沿 就是我为什么做错 毁其后过 就是我不能再做了 我下次一定不能再做了 这样你才活在智慧当中 一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犯自己办过的错误 那就是他没有找到他自己真正的忏悔心 所以在人生当中一步一步迈向成功的人 他是一个懂得忏悔的人 很多人离了婚又结婚 结婚又离婚 离婚又结婚 他不停地在办自己已经办过的错误 他总是想找到一个能够适合于自己的人 他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自己不能改变自己 去适合别人来创造这个家呢 这就是人的愚痴之处 希望大家一定要常忏悔 总结经验跟学博一样 自己在学博路上 我们跌跌撞撞 不知道走到哪里 今天我们要一心一意 跟着我们观世音菩萨 遵照我们佛陀的教诲 如理如法 正性正念的修行 这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台长经常喜欢开法会 要告诉大家一点小的笑话 我又想起了一个笑话 因为在前几次法会的时候没有讲 今天正好临时开法会 我就讲给你们听 所以人不能贪呢 我就讲一个给你们贪的笑话 给你们听听 在台湾有一位县长 因为被免职了 他气呀气呀 不停地讲啊 最后气成了植物人 他在医院 最后医生诊断说 一看 医生在边上跟他家属说 跟他太太说 嗯 你的先生现在已经是植物人了 这个太太说 医生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够把他弄醒吗 医生想了半天 嗯 给他弄一个官复原则 通知他就可以了 就是给他官复原职了 结果妻子想 既然要弄 干脆弄个局长吧 让他高兴高兴 哪知这个县长一听啊 砰挺身而起 然后接下来 大笑气绝身亡 医生叹气道 哎 不遵医族啊 擅自加大剂量 后果自负啊 其实 生命是一道算术题 人生有加法 也有 有减法 如果你的人生 有加法 加入你的品格 力量 加入你的财富 加入你的慈悲 加上 关爱别人 减去你生命当中 多余的物质 减去你 贪心的欲望 减轻你 心灵的负担 减去 烦恼忧愁 安排人生 进取退舍 加法就是成长 减法就是成熟 所以在人生路上 要用加法 也要用减法 减去烦恼 能够得到更多的加法 用人生智慧 加上你的 人间的经验 你一定会进步很快 你一定会一步一步 迈向佛的阶梯 大家想一想 在天上 有没有果味 有没有 有上等上品 上等中品 上等下品 对不对啊 有中等上品 中等中品 中等下品 还有下等上品 下等中品 下等下品 所以 像你们坐在下面 这么多的佛友 根据你们 现在的修为 就是拼命地挤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我说是挤上去的 不是修上去的 说不定师父还托你们一把 就是上去了之后 你们也是下等下品 所以你在人间 就要把自己修到中品 上等上品 在人间就要别人说 哎呦 这个人真是菩萨呀 哎呦 这个人真像佛一样的良心啊 哎呦 这个人真的慈悲呀 你按照你的品位 等你超脱六道 菩萨就直接把你接到 上等上品了 我们天天在说因果 因就是由你心 外心所造成 作念就是你的外心 你的内心的变动 实际上就是你的念头 因果就是你的念头 一动 因就开始了 你的动作一做 你的因又开始了 它像个机器一样 永远不停地在造因 所以意念也是很重要 我们外心的颠倒 梦想 执着 烦恼 那么犹如恶的细胞 造成了你的轮回 人间的思维 产生不正见 所以很多人看事情不正确 就是因为 他的起心动念不正 所以台长说 我们要懂得知因 要懂果 我们要脱离因果轮回 要懂得我所自己做的事情 我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 我不能连累别人 我自己的心到底是对是错 用自己的本性和良心来解脱它 所以要不生不造 不生是非 不造因果 不执着地去追求 所以你不造因 哪来的果呀 你不贪 哪来的恨啊 你今天不恨 哪会做出愚痴的事情啊 所以一个人真来了 以后也会没有 连你的身体在人间都会消失 所以不会长久的事情 我们干嘛去追求它呀 永远要记住 悟性要开启 心才会明白 这就叫明心见性 听众打电话让台长帮他妈妈看图腾 台长说他家要 他要出大事 我说他已经瘫在床上爬不起来了 听众马上就承认 说他母亲七月份出了车祸 八月份眼睛就看不见了 那么台长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 嘴巴乱讲话乱骂人 听众承认妈妈脾气不好 台长还看出他妈妈 两年前有个大劫 差点走掉 听众反馈说他妈妈当时 出过车祸 摔得非常严重 给大家听一下 好吧 我喝口水 师傅帮我看个43年的羊 男的女的 母亲女的 哎呦 出大事 身体非常不好 对的 我看他这个43年的羊已经 瘫在床上了 经常躺在床上爬不起来 是的 最近七月份出车祸的 那个八月份 看见吗 眼睛看不见了 看见了吗 三年失明了 师傅 我告诉你啊 嘴巴乱讲啊 年轻的时候 我妈脾气是不好 要骂人的 对 他在两年前 有一个很大的结 差点走掉 哦 对 对的 爸爸骑摩托车 在他的 那个八百一点 十都没有 麻烦的 一踏步 十都没有 他上次 抽货是一个结 都不懂啊 对的 我现在看他 有一个眼睛 还有希望 对 他 右眼还能看到点 一点点光 哦 你要叫他当心了 他要是在不好 改毛病的话 他 他根本看不见了 以后 嗯 当然师傅 谢谢 台长 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 真的很不容易的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 不知道自己 将要发生什么 实际上 因为你种阴的时候 你忘记了 果的存在 所以 很多人呢 紧紧地 盯住了目标 对人间的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我们悉尼 有一个老人家 来的时候 有一个 一房一厅 后来变成 拼命地打工 挣钱 变成两房一厅 然后呢 弄了一个 小的townhouse 就是一个 小的小楼房 应该满足了吧 他还要大house 最后就是在他 还没还完贷款之前 人已经走了 医生说他是 劳累过度 所以一个人 不能盯住 人间的目标 不放 人应该懂得 我们拥有了 我们就要开心 要发喜 我们今天 拥有了佛法 我们已经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了 因为很多人 都不愿意改掉 自己身上的习惯 我讲一个 预言故事 给大家听听 有三个小动物 一个是螃蟹 一个是猫头鹰 一个是蝙蝠 他们去上一个补习班 目的是去除 他们三个人的恶习 几年之后 螃蟹 猫头鹰和蝙蝠 顺利地毕业了 得到了博士学位 猫头鹰博士 蝙蝠博士 螃蟹博士 不过 他们毕业了之后 螃蟹 仍是横行地走路 猫头鹰 仍然在白天睡觉 晚上活动 蝙蝠仍然倒挂着 悬在那里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人要改毛病 是很难很难的 要到心理健康 只有用佛菩萨的智慧 才能改掉我们的恶习 心理学 心理学堪称 我们说一个人的知识 再怎么样 也不能动摇你自己很多的恶习 所以很多学博的人 表面上读了很多的书 学了很多的佛 但是他一碰到自己的利益 碰到自己的恶习 他就是改不掉 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实践 我们今天学博为了什么 学博就是要成佛 对不对啊 学博就是要改变自己 学博就是要修心 修心就是把心理不好的 不是常态的那些肮脏的贪嗔痴慢疑 全部修掉 修正它 修行就是把自己身上不好的行为 和不好的动作 以及语言全部要修好它 这样才叫真正的修心 所以要实实在在的修心 而不是表面上临时的抱佛脚的这么修心 我要你们在平安的时候 就好好地为了将来来求更多的平安 在今天还活在人间的时候 就好好地懂得爱惜慧命 这样你走的时候才能无债亦生轻 没有灾没有业障 才能进入上等上品的莲花之中 那么 其实我们人最不认识的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都有一双眼睛 但是我们这双眼睛 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这双眼睛看出去都是别人的毛病 所以眼睛是往外看的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失去良心 为什么修不好心 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他自己的内心 所以在我们眼睛看不到他 因为看到别人的公民富贵 财产财物美色 这些都是你眼睛看见的 当你看见了之后 你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掠夺他 想去拥有他 你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你就会生活在迷茫之中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看内心 内心就是看自己 在佛学上就叫观自己的佛性 观自己的佛性 就叫观心 如果你天天观照自己 那么你的心就不会被外在的五欲六成所染 你才不会让自己难堪的色相所迷惑 观照自己的人 不会去在乎外界身外之物 我们觉得难堪 很多人说我没面子了 实际上他就是过多地去看了 当心了外在之物 比方说别人经济好 别人住得好 别人穿名牌 觉得自己就心里不平衡 你要想到 其实你拥有的不一定他拥有 身外之物没有一样是有意义的 也没有必要去跟他比较 尊重自己拥有的佛性 理直气壮地去修心 你一定会活出一个活生生的自我佛性来 有一只老鼠 它住在图书馆里 因为这只老鼠 它住在图书馆里 它就觉得它很有文化 还有一只老鼠 它住在粮仓里 它就觉得很没有文化 所以图书馆的老鼠 经常傲气十足 以为很有文化 对粮仓里的老鼠说 你以为填饱肚子 你情愿住在很闷的仓库里 你只有物质 但是你缺少精神 我住在图书馆里 你看我多么有修养啊 粮仓的老鼠说 哦 太好了 我刚好有一件事情 要你帮帮忙 粮仓的老鼠 把图书馆的老鼠 带到了粮仓 指着一个瓶子 然后说 你认识这个字 你看看 这个标签上写的是香麻油 还是灭鼠药啊 结果图书馆的老鼠 他根本不认识 突然他闻到一股香味 从瓶口飘出 因为老鼠药上面 都有意放点麻油 这个老鼠自以为很懂得 接下来就说 嗯 这是香油 粮仓的小老鼠怕了 就说 你看清楚啊 这是不是香油啊 不信 我喝给你看看 这个图书馆的老鼠 为了证明自己知识渊博 端取的瓶子就喝掉了 过一会儿 四脚一蹬 口吐白沫 谁了 后来 粮仓里的老鼠才知道 瓶子上三个字是灭鼠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懂装懂的人 一定会吃亏 所以学无止境 我们今天学博也好 做人也好 要多听多看多学 要跟善知识 要跟高僧大德 多多地学习 所以一个人的无知 就是从他自己不学开始的 所以当一瓶水 当你倒空的时候 你才能接受到 别人给你的善良之水 和知识源泉之水 当你自己拥有的 满瓶子的水 任何的水都倒不进 你的心里 你永远拥有的 就是自己这点知识水平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 好好地学博 好好地修心 我们只有真财实学 不自夸 不自满 谦虚 要拥有不此下问的勇气 你才会拥有智慧 孔老夫子曾经向孩子们都谦虚地问很多问题 这就是孔老夫子大智慧的原因 要知道拥有小聪明的人 只会快乐一时 而拥有智慧的人 那才会快乐幸福一生啊 每天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 你就不会再去犯这些毛病 每天不知道自己有毛病 你才会天天去犯这些毛病 很多人的身体就是这样 当你知道自己腰不好 你就不会去搬那些重的东西 当你以为自己身体很好的时候 才会突然之间让你身体变得更不好 所以我们学博人一定要有正能量 一定要心正 我们一定要心要拥 意要灭 这个就是佛学上常讲的拥灭之心 心要安静 意念要灭掉 这叫拥灭 安静就是没有思维 记住不常想 很多烦恼的人 他会有大快乐 经常被烦恼 经常被烦恼产生的人 他会有大烦恼 正能量 进入那些空空的 那些有光和热的那种意识当中 当你经常想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的正能量是充足的 当你天天想害别人 说别人不好的时候 你的不能量是充满着你的身心 所以心要无漏 修心修成 所以得到的快乐 那是最长最长的 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学博 一定要好好地修心 要架起一座自己内心和菩萨沟通的桥梁 我做任何事情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 对得起我们的佛陀 做每件事情要想一想菩萨会这么做吗 菩萨会这么讲吗 菩萨会这么想吗 这样你的心和菩萨才会合二为一 所以这就是说心博合一 在古一次长告诉你们 这就是悟性的开始 讲个笑话 台长不讲笑话难过 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人不了解情况 脾气特别大 就想 好像觉得自己像护法神一样 觉得他自己一定要做个什么事情 觉得自己很庄严 实际上你这个人间修心修行 学博 你一定要了解佛法 你做人做事情也要了解佛法 这个笑话说 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 这个刚很好强的年轻人 他早上上街 上街之后呢 他看到了街边上呢 有一个卖豆浆油条的老大爷 他就说 老大爷 我吃豆浆油条 坐下来 吃点东西 他坐下来 突然 来了一个城管 城市管理的人 来到老大爷的摊子上 拿起油条就吃 拿起豆浆就喝 这个老婆 老大爷吓得话都不敢说 还不住地呸笑 这个年轻人一看 非常讨厌 他看不惯了 他说 我最不喜欢欺负老人家的人了 火爆脾气 马上上来 冲过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三拳两脚 居然把个城管就打倒了 这时候老大爷不住地喊 你有病啊 你有病啊 你打我儿子干什么 你打我儿子干什么 鼓掌 所以大家知道吗 你不了解情况 你没有发言权嘛 对不对啊 我们不懂佛法 我们怎么能够学佛法呀 你们今天每天晚上 听师父讲一点佛法 时间长了 智慧 你就充足了 智慧虽然没有形象 但是在你生命当中 它是一把钥匙啊 记住 在后的铁门 你不管用什么不一样的钥匙 都打不开 但是如果你是对症下药的钥匙 你就能打开呀 要懂得 很多人跟妻子吵架 不知道什么方法 让妻子开口 让妻子对你好啊 这就是你不懂得用钥匙啊 所以要懂得 要有智慧啊 我曾经在法会上讲过一个 一个妻子跟先生两个人吵架 几乎一个月大家都不讲话 这个先生实在憋不住了 想跟太太讲话 他用什么方法 他就走到妻子的 自己挂衣服的这个厨门口 在里面乱翻 然后假装还弄出很多声音 终于妻子逼不住讲话了 你翻什么 他说 我在找你的声音 终于找到了 人与人相处之道 在于无限的容忍 一个人能够容忍的人 这个人就能有朋友 要记住 人跟人的背景不一样 文化背景不一样 性格不一样 要无限的容忍 你不管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要去伤害别人 就是别人伤害你 你也不要去伤害别人 因为这个都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 要懂得生是责任的开始 死是任务的解除 我们今天学博在人间 也不就是这么一段 胆战的时光吗 好好地把自己这段时光过好 不要亏欠别人 不要让自己后悔 那就是开悟 那就叫悟性 想一想 人间多不容易 就是在十号台湾地震 倒塌的大厦当中 他们找到了一对情侣 两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男友为了保护他 铺在了他的身上 紧紧地护住他 居然被找到情侣之后 因为两个人抱得太紧了 他们救援人员 无法将这一对情侣拉开了 最后这个救援人员 居然也懂得学婆的 他就是忍不住地皮子酸了 在跟那个男的 死的那个男的说 你已经尽力保护他了 居然这个手会松开 这一对遇难的 只有二十一岁的情侣 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 过去他们出游 还在网上发文 手络牵着 也希望一辈子的 这时候当时呢 同学们还笑他 好像很肉麻 他们两个人 真的是一个一辈子的承诺 实际上我们在人间 会碰到很多的灾和难 我们要有自己要懂得 没有人能救我们 就是靠我们平时的 积福积德好好修行 别人为什么有灾有难 而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在修行 而别人为什么天天会痛苦 又烦恼 而我们天天在发喜 在开心 因为我们闻到了佛法 我们再一次感恩 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伟大的佛陀 给人间带来的佛法 更感恩我们慈悲的 观世音菩萨 用佛光变洒大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